泰国冷知识泰国的自来水是不能直接喝的 煮开也不行 现在经常会看到某些国族在拍所谓的泰国冷知识 有的人可能连泰国都没有来过 或者可能来泰国旅游过几次 就随便在一些网上找一些毫无根据的文章就开始造游了 所以各位看官们真的要叉亮眼睛 不要随便情意相信 第一条朝冷视频就是泰国自来水不能喝 煮开也不行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哪里来的信息 这个是泰国自来水局的网站 上边有泰国自来水的各种检测报告 内行的人可以去看看具体的数据 我想说的是现在国内甚至还有其他的国家 也基本没有人直接打开水龙头就直接喝水吧 最起码是使用过滤或者是煮开了 当然如果是实在很渴的话 想喝肯定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大部分的泰国人基本都不喝热水 他们只喝冷水或者冰水 很多人家里甚至没有热水壶 煮水壶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一般会喝过滤的水 并不像某些博主说的去超市买水 如果喝的水都得去超市买 那得是多大的一笔开支啊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家里自己装过滤的装置 这种在各纳卖场都有 价格也是仓车不齐 几千上万泰铢都有 那我家里也是装了的 这些就是直接接自来水过滤的 然后就可以直接接来喝了 但像我们中国人可能还会再煮一下才放心 差不多大概八个月放一次内心 那在泰国的一些农村或者是偏远的地区 他们会自己泵地下的水上来用 这些水就真的只是生活用水不能喝 他们会买这种桶装的水 一般是五加仑 大概就是十八点九升 这样一大桶才卖十株 这种就是直接自来水过滤了之后装的 而且运输及包装的过程中可能也会有污染 所以绝对没有比自己家装过滤器的好 甚至跟自来水也差不多吧 那他们都是用这种桶装的水直接加冰块就喝了 说到底还是根据自己的钱包来看 土豪的话每天阴云都没问题 像黄鹿送你的安迪 如果只是来泰国旅游几天 那每天去超市买点纯净水喝也是正常不过 但如果是长时间天天忙 钱包也收不了吧 其实直接水龙头接水煮开了也没问题 但泰国不是每个酒店都会备用煮水煮哦 那本地常住的泰国人大多还是自己在家装这种过滤器直接喝 有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直接自来水喝也是大把的 我甚至见过流浪汉在马路上用手捧下雨过后的马路积水直接喝哦 所以呢拜托别再浪浪油了 关注我点个赞转发加评论 那不会带你了解更真实的泰国哦 谢谢